各位早晨,現在已經踏入了3月,所以已經很遲了 我想差不多是時候要數 我覺得去年2017年我最喜歡的10出戲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我已經錄了上半集 我早前在1月的時候說了有5出我覺得去年我自己最喜歡的電影 不一定是我覺得最好的電影,這些就很難說 我只不過是數我自己本人最喜歡看的電影 上次只不過數了一半,因為1月初的時候 其實當時在香港有很多去年上的電影,根本上都未做 我都未有機會看,所以現在我就再看更多的電影 去年那些電影當然還未看完,但我想都可以數一下 總之我數得出至少有10出,我覺得是我自己相當喜歡的電影 第10位是Gorr Verbinski 的A Cure for Wellness 這齣電影出的時候的評價是一般的,票房也是一般的 但我自己就很喜歡,這齣電影是比我想像中拍得更漂亮 Gorr Verbinski 之前拍過很多電影,我都相當喜歡 這齣電影是比我想像中好 這齣電影是比我想像中好 而且我喜歡這齣電影的類型 因為到最後的時候,其實是有些復古Monster Movie 那種類型的類型 有些人覺得那種類型的電影是有點懷處 這齣電影也有那些缺點 但那種類型就是這樣 所以不喜歡這齣電影依然會不喜歡這齣電影 但我看到後面,我發現原來是那類型的電影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 而且這齣電影也不錯 第九位是《春嬌救志明》 以前的香港電影是可以拍得很好笑 即是他鬼氣都可以拍得很好笑 但近年幾乎是沒有任何好笑的電影 即是他有很多電影仍然想搞笑 但我覺得是完全不好笑 但《春嬌救志明》 即是他比起第一集 已經沒有了那種情懷 我覺得很好笑 我在戲院看,真的笑得反艇 我不知道自己在家看是否會感受 但當天我去戲院看 我覺得是一個很獨特的看電影的經驗 因為我很久沒試過在戲院看出中文電影 笑得這麼開懷 那場的反應真的很好笑 在電影院裏面 所以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對我來說這齣電影去年 那麼第七位 不是第八位 手快了 就是《逆拳司機》 即是那些韓國片 即是他有一個逆拳系列 因為我覺得出出都挺好看 這齣電影也是非常不錯 而且他的真實故事 就是他在這齣電影裡 即是他裡面 有些遺憾的情懷 然後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又會尊重他 因為他事實上是在說一個很重要的故事 他拍了一齣水準很高的電影出來 我覺得是非常好看 他的高度不是去到我很喜歡那些 《牙女有罪》那些韓國電影 但無可否認是一張很好的電影 是一張很有意思的電影 非常值得看 因為去年年尾有出南韓電影 與神同行 我覺得這齣電影就好過出很多倍 第七位是《Blade Runner 2049》 說明這齣電影 即是第二集出的時候 很多人不知道是誰彈很多 真是粉絲 等了很多年出之出 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自己之前 有看過《Blade Runner》 起碼有三次 因為我喜歡Harrison Ford 但我看了三次 我始終都不喜歡這齣電影 我覺得不好看 我覺得不太好看 但《Blade Runner》第二集 即是這個續集 我覺得很好看 難得他拍這齣電影 他有延續到第一集的風格 竟然是那種感覺 因為導演厲害 Danny Villeneuve 但我覺得他還超越了第一集 我覺得是很難得 實在是 是一齣很好的科幻戲 導演厲害 他之前拍的《Arrival》 是一齣很好的科幻片 然後他又拍這齣電影 又是很好的戲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有超能力 很值得看 而且他裏面的AI女主角 真是很漂亮 我覺得很值得看 第六位是《The Killing of Sacred Deer》 這個導演之前拍的《Lobster》 那些電影 即是他的對話 即是他的那種氣氛 即是他在之前 他那種風格是有種 即是那個節奏古怪 以及對白的演員的《Delivery》 即是他們說出來的那種感覺 是突厄、平板 即是他之前那齣電影 即是之前那齣電影 即是他用這種不平衡的感覺 來製造一種荒謬 和搞笑的氣氛 是設合那齣電影 因為他是在說一個很可憐的情況 但這齣電影 他用了這種不平衡 令人不安的感覺 來給人有一種恐懼、緊張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有些人不喜歡結局 各方面 但我覺得是很OK 我覺得是完全不介意 因為他裏面是在說一個這樣的故事 他的氣氛是由頭可以帶到尾 我覺得是一齣很有娛樂性的電影 而且他裏面的演員真的非常好 我覺得這齣電影是很喜歡看這一類的懸而追空的電影 我覺得去年如果是那個類型 我覺得這齣電影已經是最好的 這齣電影什麼都好 男主角好、女主角好 再加上很漂亮 還有這一類的電影 這齣電影其實是有些不同的 有些不同的 有些不同的電影 要麼你專注於追兇查案的主角 即是說他們怎樣查案 即是2月7日 另外一款就是專注於反 整齣電影 即是整齣電影 最吸引的那個可能是個反 反而是 但這齣電影最吸引的 其實是被人殺了那個 哈哈哈哈 那段故事反而是最好看 反而是最好看 而且他裏面的訊息是動人的 是有趣的 即是被人殺了那個 其實在這齣電影裡 即是那個被害者 是比那個兇手更加強 更加堅強的人 即是這個訊息很出 在這齣電影的故事下感人 這個訊息 整齣電影什麼都好 唯一不好 就是有Haffi Weinstein參與 這個混蛋 哈哈哈哈 真是老鼠屎 第四位就是Ghost Story 這齣電影 即是他由那齣電影的故事 手法 去到那個宣傳 都是這麼聰明的 他那個網站 宣傳的網站 即是他是賣一個床單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也是很幼老 很聰明 即是這齣電影 即是講那個故事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他就是要 有那種感覺 就是講一個 時間流勢 那種feel 所以是講feel 就不是講故事 講邏輯 各方面 即是這齣電影是需要看 去體驗 所以我是沒有辦法 是講到 為什麼我是這麼欣賞這齣電影 我只能夠講我的感受 就是看完這齣電影之後 即是我感受上是很有感觸 我覺得這齣電影很值得看 但是 我又講明 即是我自己很喜歡 即是我去年第四名最喜歡的電影 但我可以明白為什麼有些人 是完全不喜歡這齣電影 但無論怎樣說 這齣電影是一齣有腦的電影 即是他一齣有野心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電影 不是每個人會喜歡 但喜歡的人會覺得他很合適 即是例如 我就覺得他很合適 The Shape of Water 是去年的第三位 即是有很多人覺得這齣電影 甚至乎是整年的第一位 我不出奇 我覺得不出奇 因為的確 Guillermo del Toro 他拍了很多好戲 這齣電影 其實就是他拍過最好的英文電影 但其實他自己拍其他外語電影 比這齣電影還好 但這齣電影也不錯 已經是他拍過最好的英文電影 而且他保存到很多其他作品的感覺 即是其他奇幻的感覺 可以保存到 他裏面有很好的演員 很好的製作 拍得非常漂亮 音樂很好聽 我很理解為何有些人喜歡他很厲害 我自己也喜歡得很厲害 所以他排第三位 他為何不是排第二位 第一位 只不過是因為第一二位 我真的超喜歡 第二位就是Florida Project 我沒想過我這麼喜歡這齣電影 但這齣電影的氣氛是完美的 由頭到尾 他不是走一個悲情 苦口苦面的路線 但我告訴你 看到他最後 你是好像被一個徐仔打心喉 這齣電影其實是一出有重量 他裏面是說一個社會問題 看到最後 作為一個觀眾 必然是會深有感受 因為他裏面的演員是做得太好 他的故事安排也是完美 看完之後 你會深有感受 但那個過程 他不是透過一個賣悲情 賣眼淚 反而 他是有種同真 有種魔幻的感覺 我覺得是一齣很特別的電影 我覺得是很值得看的 還有他的結局 有很多人稱讚 The Shape of Water的結局是很好 我也覺得拍得很好 有很多人說他不是好結局 你細心聽你就知道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好結局 他是一個有些歷史的結局 好像Pence Labyrinth 其實你是不知道結局 但令到他的結局的感覺很淒美 也拍得很好 但去年最好的結局 我必然是這齣 他的結局是完美 有些人看完結局覺得不好 但其實是拍得非常好 是有腦有意思 我甚至喜歡到 我特別錄了一條額外的影片 是專門說這齣電影的結局 所以如果你看完這齣電影之後 你有興趣想知道這齣電影究竟說了什麼 你可以找回我的影片來看這齣電影 我是非常推薦 是很有娛樂性的 雖然他是走那種小品文藝片的路線 但是非常值得看的 但去年我最喜歡的電影 依然是Patterson 其實Patterson 嚴格來說是2016年的電影 但他正式上演的日期 其實是12月最後的兩三天 所以我很喜歡他 所以硬押他在2017年 就是喜歡到這樣 我告訴你 我很喜歡去年第二、第三位 那兩齣電影 The Shape of Water 和The Florida Project 我都很喜歡 但比起Patterson 他們都差忌廢 Patterson是真的很好看的 你真的 你這樣聽那個故事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這齣電影是說 男主角每天 相當重複的生活 但這個導演 他就有本事 將他很重複的生活 他遇到某些人 少少幾句的對白 不是什麼很厲害的鋪排 好像廣告牌殺人事件 他沒有 他遇到一些很普通的人 例如突然遇到有個人在唱歌 練歌 然後他們打招呼 聊幾句 你不要來 就是很好看 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做得到 我不能分析 但有些人就是有那個天分 他就是懂得說故事 這個故事是由頭到尾都很有趣 男主角目口目面 但我覺得他很搞笑 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根本就是很好看 他的生活很平淡 但這齣電影是有高潮的 你真的想不到 我是非常讚賞 我不能跟你解釋為什麼這麼好看 沒有辦法解釋你要看 只要自己體驗才可以 但是如果你失望了這齣電影 你真的會失望 這齣電影是Amazon的電影 Amazon出了很多這類型 其實他已經有幾齊 這類型這麼頂級的電影 我覺得Amazon的電影 其實是搞得比Netflix 雖然Netflix賺很多錢 搞大製作 很多人看那些 但其實Amazon是很厲害的 非常讚賞去年的No.1 更便很好看 魔眼業 1 2 2 15 15 感谢观看